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带着大家去领略秋天的黄色 红色 白色和黑色 我们先去陕北来看一看属于秋天的黄色 老娘 大婶 二嫂 大姐 走 老娘 给他唱个腰走呗 老娘的皮皮 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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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 我知道你走了 老娘 又不能走呗 走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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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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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能不能够熬出米油来 刚刚我们在短视频当中就看到 那碗香浓的小米粥 就是有浓浓的米油 对 我一直也特别想知道 这个米油它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米油啊 在《本草纲目十一》里是这样说的 此乃滚舟锅内煎起末焰 滑如高油者誓言 其力能食毛鞘 最肥人黑瘦者食之 百日即肥白 什么意思啊 说得很直白 对啊 又黑又瘦的人 按中医讲教脾虚之人 那你就吃了小米 百日以后 你这体重增加了 皮肤变白了 那我们常说要吃硬剂的食物嘛 那秋天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是多吃一些小米 对我们捕鱼身体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好处呢 没错 春夏秋冬 中医认为春养肝 夏养心 秋养肺 冬养肾 对 但是差了一剂 来对应我们的五脏 或者说五行 那就是到了长夏这个季节 就对应人体的脾 那中医的脾 是该什么用的呢 中医叫浩天之本 气血生化之源 也就是说 它主蕴化的功能 就是消化的功能 而这个季节呢 又是鼠跟湿 就是鼠气将过 湿气来临 也就是说 中医最怕的 说什么 脾受湿血的体系 湿为阴血 损伤阳气 损伤哪个阳呢 就是脾阳 而脾阳不足了 效果能下降了 下降了 气血生化之源 就出了问题 人会营养不良了 就会变得面黄肌瘦了 或者精力不好了 没精打采 对啊 因为中医讲脾 它主肌肉四肢啊 四肢无力了 所以你从这点来说 那脾在这个季节 一定要养护好 所以到了这个季节 老百姓有一句话 秋来浮不去 饮食羊脾胃 所以这时候 羊脾胃最好的食物是什么 小米 都说是五色也入五脏 对 那小米是黄色的呀 对啊 黄色是刚好入皮的 没错啊 你的中医知识 掌握得非常好 都是跟我们中医 专家学习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 长下的这个季节 我们如果说把这个脾胃给养好了 是为了我们的身体 全身的营养 就供给就好了 而且对于将要来的冬天 营养的补充 也就做了充分的准备 也就中医讲的叫脂胃病 那您看到了秋天啊 这个金灿灿的小米 如何能够做出美味来呢 熬小米粥还是做小米糕 这些呀都不算新鲜了 今天呢我们让范九星大厨 教教大家如何用小米 做出新鲜的美味 欢迎范大厨 你好 范大厨 欢迎你 范大厨今天带来的是 是哪里的小米啊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 陕西的小米 今天就用小米来做个零食 小米的零食 对 小米锅巴 这个我爱吃 对吧 香香脆脆的 还能够辅充能量 对对对 没错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我们今天呢 是用这个小米来做小米锅巴 对 首先呢 要把它变成小米饭 蒸 对 就是把它洗干净 加上水放到蒸锅上面 然后跟蒸米饭一样 20分钟左右 就可以成为小米饭了 我们现在要不要等20分钟 当然不要 因为我知道 你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所以我们就是提前 蒸了一份小米饭 做的时候要把它晾凉 所以我也是必须 要把它提前蒸好了 首先呢 这个小米饭一定要放凉 因为放凉之后呢 它才不会那么黏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不烫手 你看我们这个小米饭 放凉之后呢 它一碾就碾开了 哇 像金沙一样 对 就碾成这种 一个 对 就碾成这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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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苏州人来讲 一碗鸡头米就是苏州人的秋天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采收的过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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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可能更多地用嵌石来称呼它 这个嵌石的话呢 因为我们也都是这个入药的 我们在很多古方里头都有这个嵌石的身影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非常有名 这个汤震中的汤味道的汤漫填乱的一个味道 这就是说我们用水槽的入药物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先烫汤漆子看看后面的补方能它能够适应 极先锋或者是说 让它来磨合一下 让你的脾胃会比较能受补 一方面就是用干的芡食来入药 另外一方面 如果要是能够获取到鲜的芡食 都是可以来调补脾胃的 帮助我们更健康地度过秋天 刚刚我们提到了 秋天的两种颜色了 其实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 到了秋天的时候 整个色彩的饱和度 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接着我们去寻找一下 秋天当中的红色彩 大家好 我是二条 下午和我爸去地里 把红药豆擀的 这是昨天擀的 地里面太湿了 给它拉家里面晾 天气预报报的 过几天天气都挺好 然后今天下午擀的 就不往家拉了 直接在地里面晾 晾干了之后 搁机器 在地里面直接就脱镜了 冬天到不好走 面包车开不上去 我们开这个四轮的去 你开吧 嗯 头上这边赶完呢 再走到里面去 它这个羊子不是足体的 不是一根地的 它是分散开趴在地上掌的 这样成熟了之后 收起来就不太强了 就不好收了 不像黄豆那样 站着就可以割 这点弯大腰才能割下来 这公下午擀有点炸甲 也没多少了 一会就能割完 看这个羊呢 结在多厚 今天种的这个红药豆品种 叫大红袍 粒比较大 打开一个让你们瞅瞅 上的很饱满 痛红痛红的 说实话 第一次看到采收红豆的过程 这真的是一个 特别特别辛苦的过程 我们要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那其实刚刚呢 我们看到这个红豆啊 被剥出来之后呢 它那个新鲜的状态的红色 是非常艳的 那如果我们在秋天吃红豆 对我们的身体 有什么特殊的好处呢 我们儿时喜欢吃的 像这个豆包啊 那里边是有豆沙的 对 豆沙 然后还有我们东北 经常吃红豆饭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用红小豆去做的 红豆本身的功效呢 就有健脾力湿的作用 秋天它这个季节的特点 到晚秋的时间 民间经常会说一场秋雨 一场寒 是吧 这个秋雨会天凉 所以实际上秋天的湿血 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那红豆就有很好的 健脾力湿的作用 其实刚刚我在视频当中 看到那一颗颗新鲜的红豆 就像晶莹剔透的玛瑙一样 真的非常的珍贵 而且这个红色 在中医来看 是不是是能够入血的 所以吃红豆 是不是对我们女性啊 包括也对所有的朋友 补血应该是有很好的疗效的 我们中医理论体系里面 大多数的红色的和黄色的 都补液的作用会比较强 而红色补血的效果确实不错 我还记得有一个方子叫三红汤 里面就有红豆 红枣和花生 那个也是一个补血的方子 是的 首先里面的花生红衣 大家都知道它生血的作用很好 可以补充血腰板 另外呢 红枣是大家骨气养血健脾 最常用的一个食材了 而红豆呢 也不能被大家忽视 因为红豆里面 其实除了很大量的蛋白质 纤维素以外 它还含有很多的叶酸 叶酸对生血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三红汤 在一起呢 就有很好的生血的作用 其中红枣和花生红衣 它们主要可以直接地去养血补血 而红豆我们刚才讲了 它有健脾的作用 就达到了一个健脾养血的效果 那刚刚呢 王老师也特别提到了 很多人呢 都特别喜欢吃豆包 有句话说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 那今天呢 我们就在现场啊 请夏天大厨呢 来教给大家做这道 用红小豆做出的干粮 有请夏大厨 你好 夏大厨 欢迎您 又来了 夏大厨 首先有一个难题 我希望您帮我解决一下 放马 我自己在家熬红小豆粥的时候 经常会感觉到熬了半天 那个红小豆都不烂 有三个方法教你 快速地让小豆酥烂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敖冬 安神补脑液 独家冠名播出 有三个方法教你 快速地让小豆酥烂 第一招开大火 谁说的 第一招呢 是咱们把这个小豆 先拿凉水浸泡三到五分钟 让它先有些的湿润 直接把它们装在 这个密封袋里边 放到冰箱冷冻 红小豆还能冷冻啊 咱们把它冻完以后 再硬了不是 再放到热水里边 一冷一热 你想想 它都会快速地脱去 自己外边的红衣服 热胀冷缩的 没错 没错 另外一个呢 就是咱们通过这个浸煮法 就是把红小豆呢 也是给它浸泡 差不多半个小时 咱们水开锅以后 放红小豆 三到五分钟的煲煮 关火 这个有一个好处 你知道什么好处吗 省气 咱们只需要在 在这个热水里边 浸泡三十分钟以后 咱们再把火开开 这会儿的这个红小豆 已经完全地舒展了腰了 只需要十几分钟 绝对是爆皮粉砂 真的 这是让它醒过来 没错 就像泡茶一样 没错 还有一个方式呢 就是让它 因为干燥的红小豆 它里边还会 多多少少有一点的水分 那咱们在锅里边呢 不需要放油 小火慢慢地备炒 就是把这个豆子 出现一点点的豆香味的时候 咱们再放到热水里边 去快速地煲煮 这肯定会比咱们 常规地主要 省掉三分之一的时间 回家我一定试试 您提供的这三招 怎么样 是吧 那咱们开始操作起来吧 做起来 咱们今天呢 在这个红豆馅里边 再增加了各种果味 有坚果 有干果 这里边好多也都是 秋天的食材 是 松子 腰果 葡萄干 猕头桃干 加上咱们的杏干 让你吃出这种 坚果的油香味道 又能够吃出这种 果普的那种酸爽味道 把各种的食材 和豆沙馅 完美地给它揉捏在一起 就是借着这个豆馅 还有一点点的水分 我觉得这个做法特别好 不用放糖了 而是借助其他果干的甜味 完全纯粹的食材 原始的味道 对 然后咱们再往里边 放上一些的桂花 桂花 这样的话 这个豆馅 你想想 就从心里往外 浸出那种 甜香味 没错 剩下的就是 把它们钻成球 那咱们今天这个呢 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包 都省了 粘豆包 不用包 那怎么可能 那你这叫蒸豆馅 谁说的 我这叫纸皮粘豆包 好 那咱们这边呢 就是把咱们的这个糯米粉 先给它放到碗里边 差不多是三份的糯米粉 一份的大黄米 这样的话呢 在颜色 口味 口感上面 都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融合 调和 调完以后呢 这个面咱们就直接把它 豆馅 有水吗 有啊 有水 放到碗里边 你这不活的吗 不用活的 看 就这样轻轻地转动 让这个豆馅 自己就 裹满了 双粉 是这个纸皮啊 它蒸完以后啊 晶莹剔透 你可以从表面看到 里边的馅料 而且外边的这个面呢 它经过了蒸制 咱们就形成了一种 烫面状态 它口感更加的香糯 我们这边 咱们再准备一个龙屉 这个是咱们传统的豆包形 咱们再来一个 团团圆圆 有圆 好嘞 锅上气 直接 粘豆包放到里边 我们盖上龙屉 大火状态就可以了 八分钟到 咱们看看 我们做的纸皮 粘豆包 它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我见过世上最快的 蒸粘豆包的时间 晶莹剔透 真的好像广市的茶点啊 绝对是这种味道香浓 粘豆包 撒上 对 防菲花 这一下子就增添了秋意 怎么样 这是一道完美的秋天的美食 必须的 感谢夏大厨 为我们放上的 迷你版 速成版粘豆包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着大家啊 去广东来看一看 秋天的黑色 它不仅仅啊 成品是黑色的 就连原材料呢 也是黑色的 它就是中国的 地理标志产品 洋浆豆豉 饮食之美 在于五味调和 在中国几千年的饮食文化中 味的调和贯穿始终 在洋浆 有一种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 它看似不起眼 却能和许多食材相得一张 食用后令人回味悠长 这就是洋浆豆豉 乌黑酥松的豆豉 味道醇厚 鲜美 许多经典粤菜粒 都少不了它的身影 做菜时放入一把豆豉 增鲜天咸 让人食欲大增 洋浆豆豉历史悠久 明末清初 洋浆先民就熟练地掌握了 豆豉的酿制技艺 民国时期 洋浆豆豉已经畅销海内外 据民国十四年版洋浆制记载 豆 输液 土产 以黑豆为大宗 可作齿造酱酿酒 洋浆盛产的黑豆 正是豆豉的主要原料 黑豆经过筛选 浸泡 蒸煮 冷却之后 进入关键的一步 制驱 技术人员不断翻驱 在豆驱成熟后 用清水洗净 加入食用盐 一方水土产一方物 洋浆本地的优质黑豆 墨洋浆的水 丰富的海盐资源 以及十分适合 豆豉霉菌生长的 湿肉环境 共同赋予了 洋浆豆豉独特的风味 洋浆豆豉酿制技艺 在2012年 入选广东省第四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洋浆豆豉 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对洋浆人来说 无论身在何方 豆豉的清香 永远是熟悉的味道 也是家的味道 洋院长您是广东人 我听说广东人炒菜 几乎所有的菜里面 都会放豆豉 这是真的吗 应该说很多的菜 其实树的跟荤的 它都可以搭配 你说我们用荤的吧 从猪肉可以用排骨 海鲜可以跟虾搭 可能大家很多人吃过 那个叫被风糖炒螃蟹 以前大家感觉 不可能有豆豉 现在发现了 豆豉也可以放到 被风糖炒蟹里面 增加了它的鲜味 这是不怕昏的 那还有它树的呢 那树可以搭冬瓜 还有可以搭蓝瓜 还有搭豆腐 那所以就说 只要你想到的一些食材 它都可以跟它配搭起来 看来这个豆豉是非常百搭的 对 同时在烹调方式里面 它也可以很百搭 你说蒸的时候用 炒的时候用 闷的时候用 甚至凉拌的时候用它 所以它是非常适合 我们特别不会烹饪的时候 然后没有那么多 做料在旁边的时候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您的厨房助手 没错 它是用黑豆发酵而来的 所以它能够有开胃 去消质的作用 更重要是它能够 增香增味 调和五味 那另外一个呢 它还有就是去腥 提鲜的作用 大家就知道了 洋江豆豉的这个发源地 海鲜是非常丰富的 而以前的海鲜的保鲜 也是确实很困难 那时间保存不好 其实它的腥味 就会比较多 也比较难去除 豆豉 就那个很好的 去解除这种海鲜的 去腥 去腥味 而提鲜的作用 所以人家说 一个豆豉 搅拌了一个世界 所以一罐豆豉走天涯 所以为什么说实在广东呢 看来广东人真的太会吃了 那究竟怎么样 用这个洋江的咸豆豉 来做出秋天的美味呢 我们有请来自广东的 关伟强大厨 欢迎关大厨 您好 关大厨 欢迎您 那您今天打算 用这个广东的豆豉 来烹饪一个 什么样的美味呢 我今天就是用凉瓜 就是苦瓜 来结合这个豆豉 做出一个很简单的菜式 凉瓜豆豉 对啊 关大厨 您带来的这个苦瓜 跟我们常见的 细长条的苦瓜不一样 对啊 这就是我们广东 最出名的杜远凉瓜 其实我们挑凉瓜的时候呢 它这个疙瘩 越粗的呢 就越没那么苦 越细的越苦 但是苦的凉瓜呢 一般都会回甘 对 所以各有各的好 我们先把这个凉瓜呢 就把它对开切 挖子 借着这个功夫 我想请教一下杨院长 秋天的时候 吃凉瓜 会不会有点太寒凉啊 其实因为在南方啊 秋天吃比北方来的晚一些 而且呢 我们就秋天的时候 还有一些余热 所以我们就要个秋老虎 是在南方是很明显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在南方 在秋天的时候吃点凉瓜 就等于像大自然一样 来一场秋雨 把热气如叶清一下 那就去趋凡清夜的作用了 所以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凉瓜切得它越薄越好 我们呢 切切好这个凉瓜之后呢 就比一般的多一个小的工序 是什么呢 就是加一点盐进去 把它拌匀 就把它的水分杀出来 腌一下 腌多久呢 大概十分钟吧 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呢 我们就处理豆子 这个豆子来说呢 基本上就是 有一部分呢 要整颗的 有一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 切得它碎碎的 嗯 那个凉瓜也应该好了 腌完的凉瓜 真的好翠绿啊 对啊 用水把它冲一下 在清洗的过程里面呢 把盐分洗 洗多一点 不然的话炒出来 那个菜就很咸 是 嗯 准备一个小碗呢 就是炒这个凉瓜呢 稍微那个糖分 要比较多一点 哦 要放糖 对 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放一点点的酱油 鸡汁呢 也可以放一点点 加一点点的水 这样调好它 嗯 开锅 放点油 放油进去呢 我们就把那个姜 跟蒜 放进去 姜跟蒜 炒香之后呢 要把这个 豆豉放进去 豆豉在这道菜里边 算是主角吗 肯定是主角了 因为没有它呢 这个菜没有那么香的 嗯 炒这个豆豉呢 千万要记住 不要太大的火 嗯 因为火大了之后呢 它就可以很容易焦 就是豆豉刚下锅 就已经闻到它浓浓的香气了 对 料酒 放点料酒进去呢 它就很香了 这个时候呢 就要火大一点 爆炒 爆炒一下 好了 炒好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调味料 加进去 好了 最后放一点点的香油 增香 嗯 可以了 炒凉瓜 是不是很简单 非常感谢 关大厨 谢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感受到 五股杂粮 是我们人体补充能量的 必须的基础的饮食 和重要的营养的来源 所以希望呢 通过我们这期节目呢 能够帮助大家 在秋天的时候 养好五脏 润秋灶 顺时养生 看完电视 看直播 有问题就直接问专家 也欢迎您下载 央视频 关注健康之路 在央视频上的直播 感谢我们四位专家 今天的介绍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